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一题每日一字节目 苏默廷书谱一直是书家的必读之物 其书中的精辟见解至今仍被后人所用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南开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田韵章教授 和大家一起学习研究书谱当中的经要 田老师您好 您好 那么还是老规矩我来阅读书谱当中的经要部分 您来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好吗 好的 文夫家有难微之容 乃可论于书源 有龙泉之力 然后异于断割 与过其分十累书籍 田老师这句话做何解释呢 这段话也是孙国庭的名句 非常有名 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点讲细 先看一下孙国庭书谱的原作他的墨迹本 大家来看一下原作 这孙国庭的墨迹 是从这点开始的 他说文夫家有难微之容 乃可论于书源 然后他继续说 他说有龙泉之力 然后异于断割 与过其分 十累书籍 刚才我们念的这段话 是书谱当中的名言 就是家有难微之容 乃可论于书源 有龙泉之力 然后异于断割 其实这两句话呢 是最早操职的文章当中的两段话 两句话 这两句话非常有名 孙国庭是引用过来的 可是读书谱的人呢 有的人不知道 这两句话是操职 最早的说的话 就认为是孙国庭讲的话 这种没有关系 不重要 但是然而这两句话 也成为孙国庭书谱当中的名言 但对这两句话的争论很大 有的人就不赞成孙国庭这种说法 特别是到了现在 有很多书法理论家 很讨厌孙国庭说的这两句话 因为这两句话是砸饭碗子的话 砸了现在很多的书法理论家的饭碗子 砸饭碗子之仇 那应该是不共戴天的吧 为什么砸饭碗子 因为这种话说的太武断了 我们说这话里有问题吗 应该说没有问题 但是相继追求起来 也确实有的地方稍微过了一点 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最早曹芝说的意思 和孙国庭引用的原意是这样 他说家有南威之容 这个南威是个美女 他说你家里的有美女 你在论述美女是怎么样一个容颜表态 你就有资格来论述 你从来没见过美女 你说美女长得怎么好怎么好 你纯粹瞎说 你没见过 所以家有南威之容 乃可论于疏远 疏远就是先美而闲的女子 既美又闲惠 叫疏远 所以这是前面第一句话 他说 紧接着说 他说有龙泉之力 然后异于断割 有龙泉 龙泉是宝剑 过去说的 这个说书的先生们 经常说到八大名剑 说评书的先生们 说有这个历史上有八大名剑 还是这个振振有词滔滔不绝 我听他们说 就说的什么 一龙泉二太鹅 什么三白红四子殿 什么什么什么 等等 他就把龙泉剑列为第一 一龙泉二太鹅 那么龙泉宝剑 是非常有名的 最早说 就是古顺说 这宝剑化为龙而去 龙泉宝剑 我们就知道 它是宝剑之祖 所以在这点上 有人就说了 这个曹芝就说了 龙泉 你有龙泉宝剑之力 家里有这种宝剑 你再谈到 什么兵器的锋利与不锋利 它的迟钝和锋利等等 你才能有资格说这个话 就是你不具备这个资本 你没有资格说话 那么孙国廷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他引用到书谱里来 他就说 你要评论书法吗 你写的到什么水平 你字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字写不好 你空谈 你空谈理论 任何意义没有 甚至他说了 你如果没有实际的书法的基本功 和书法的实际能力 你想谈到书法的深度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这么个问题 当年的我的伯父 他也是读书谱 写书谱 他草书写得很好了 他就是特别喜爱 孙国廷的语言和书法水平 其中他也总引用这两句话 后来他又发挥了一下 有人给他写信 就说你对于现在 目前这种书法现状 那说话是80年代了 就是你有什么看法 他给人挥了封信 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 他说 拎帖不足十年者 莫于其论书 他说你没有拎过十年帖的人 我们不需要跟你讨论书法 跟你讨论书法的话 等于是对牛谈情 你不懂 显然是武断理性 我的伯父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不敢说他有什么过错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语言 说的过了一点 就拎帖不足十年者 不与其论书 我不跟你谈论书法 究竟什么道理 就告诉你好好拎帖 只有这一句话 我们现在所说 孙国庭也是这种态度 孙国庭就是 你没有难迷之忠 你不能论书美女 你没有保健之力 你不要谈到什么断割的问题 就是这么武断 现在书法家 现在书法理论家 什么意思 你写你一个字 我虽然不写 或者我写不好 我是评论家 对 我评论家不需要 非得有实践的功力 这是惊人的一种看法 实际上呢 这就出现这个矛盾 我们于是呢 就得深入的抽丝剥茧的谈这个问题 到底是这样说法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说孙国庭 讲的稍稍武断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人尽管他书法水平没有你好 评论到你的不足的地方 正切中要害说的就是你的问题 人家为什么没有发音权 对 是不是 可能写的不如你好 经的见的看到的东西可能不比你少 甚至比你多 对 研究这个数学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功夫 因此我们不要把人家水平不如自己 但人家意见是对的 就轻易的否定 不要这样 这是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说孙国庭讲稍稍有一点过 就是凭借自己写的好 那当然孙国庭写这么好的字 肯定是家有难危又有龙泉 是不是 他有自作说话 所以我们也承认他论述得非常好 但是轻易的就这样打击那些字写的不太好 但是仍然在理论方面 有一些真知捉鉴的人 不应该去这样的轻易的否定人家 这是我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 但是同样 我又认你孙国庭说的好 就是你作为评论家 其他的方面可以 有的这个艺术门类 或者是一个这个技术门类 你根本做不到 你真的没有练到哪些年功夫 你根本看不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 真正的一个教练 一个合格的教练 体育方面的也好 其他方面也好 你真的就得说高于你下边的运动员 或者高于你的学生 如果你在技术上 你不高于他 你真的很难看到问题的实质 这不是像你写篇小说 我在旁边加一点评论 或者你做个菜我吃一吃 是咸了是淡了 还是缺什么味道 缺什么什么佐料 我在旁边谈一谈 那么关乎到书法 这么深奥的东西 真的像孙国庭说的那话 你没有腹吸寸音 你没有半溃尺度 没有真的在这方面下功夫 没有达到一定的高水平 你在轻率的表态 你往往就是错误的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就是两分法的看问题 我们既不要轻易的站在一个你自己写的好 你就对于那些自己写的不好的人 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 这是主观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站在书法的一个高度上说 反正我本身达不到 就是我们应该站在书法的高度上说 你作为一个评论家 你应该是深入的练习 有实践的功力 如果你认为我的理论 跟你的实际功力 咱们是两个行业 那你最好不要干书法评论 你去做别的事情 因为什么 实实在的需要你真本领 当你写不好的时候 你说话没有分量 没有力度 没有 不是 你没有权威性 你说你写哪里对哪不对 结果你说的大探空谈一顿 结果呢 你可能说的对 也可能说的不对 咱不说说的不对 就是你说的对 写不出来 不是 别人也不认为你说的对 为什么 你没有权威性 比如说这话 王羲之说的 王羲之讲的 对与不对 别人一定要审慎的对待 这是书胜讲的话 我得好好去做我们做我们研究研究 这就是权威性 如果你写的本来就不好 比如说我爱打乒乓球 我爱打乒乓球 那个乒乓球教练 都是世界冠军的前身 他前身都是世界冠军 他才有资格当着教练 如果他原来连一个 我这水平都达不到 他去做教练 他肯定没有权威性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说的 就一句对的也没有 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有些个行业 评论 评论家和实践家 他们之间可能有站在两个角度上 但是书法理论家 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 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来 就是历史上 所有的书法理论家 不管是张怀冠 还是斗鸡 还是什么这个孙国庭 后来的包世辰 康有为等等 专门做这个数学评论这批人 哪一个人都是历史上 著名的书法家 武昌尽司作书 畏为甚和 实称实者 哲以隐世 其中巧力曾不留目 或有物诗翻被揭赏 季妹所见 由玉所闻 或以年值自高 轻至灵俏 于乃甲乙香瓢 提之以古墓 得贤者改观 于夫济生 敬赏豪莫之旗 罕易丰端之诗 好的 刚才主持人念的这段话 诗实际上是孙国庭讲的一个故事 他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我曾经像一些个书法界的长辈们 年事和职务都比较高的人 我向他们去请教 我写字给他们看 我因为很尊重他们 诗成实者 就是当时的人认为他们是真正有知识的人 书法是水平很高的人 当我给他们看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们是假行者 图有虚名或者是浪德虚名 他们不是真正的书法家 我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看之后 对我写的好的部分 他们不加可服 对我写的不好的地方 反倒非常赞美 所以我听说 这算是假的 或者我写的好地方 他们偏说不好 我写的不好 他们说好 我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哪些优点 缺点我自己知道 或者说我看不到的地方 你说的很对 提示我也可以 但是明明是好的地方 你偏说不好 不好的地方 翻背绝啥 这个你读阶 是现在的正式的读音 我们这个年岁的人 过去 尤其是读古文的出身的人 还真正是念绝 因为旧读绝 就是口字 一个差 这个读音 我们现在也有不同 现在这个字读阶 我们小时候读阶 阶呼 阶父 这样 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现在有些朋友提到 我的读音有时候不够规范 原因就是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读的那些人 那些读音 跟现在区别很大 现在语尾不断地改来改去 弄得我也很头疼 说实在的 我对此很有反感 这个读音本来就这么一个确定的读音 你何必改来改去 究竟为什么要改 他们也不说是理由了 隔几年一动 隔几年一动 你刚学会这也都改成那个 所以弄得我们有时候很头疼 比如说大夫两个字 结果这个氏大夫 我们始终在读 氏大夫 他一定要改成氏大夫 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多说了 在读音问题上 是有一种年龄的问题的 那么我说呢 孙国庭所讲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 古今都有 现在也是有些人 职位挺高 什么书写的 这个理事主席顾问等等 你真正的拿去 让他一谈问题的时候 他空谈理论还可以 你只要拿去具体这张字 他可能感觉到 就是很头疼 比如说我写的字 和我学生的字 我的学生可能 零了没有三两年字 写的水平还很差 他拿去看说很好很好 这个非常好 当我写去张字 当然就说我的水平不高 可是我总比我三年两年 刚初学书法的 那个孩子的水平要好 拿去两张字之后 因为没落款 于是他就说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说我不好没有关系 但是和我学生相比之下 我总会比他好一点 但他说我学生写的非常好 却说我写的不好 什么时代都有这种人 假行家 假行家 这个说相上的 就讽刺这种人 说是姓满 满的也满不懂 这就是满的也满不懂 孙国庭也遇到过这种人 于是孙国庭就搞了个恶作剧 就是我曾经搞过那恶作剧 也不是说故意我效仿孙国庭 就是有些人没有办法了 你不懂 我就骗你一回 孙国庭于是 就是这个 就是你刚才念过 甲乙香瓢 甲乙香瓢 然后踢之骨 这个甲乙香瓢是什么呢 这古代写字 用的一种东西 叫尖 尖素 这上面所说的这个香瓢 就是古代用的写字那种 尖素 古代写字是两种东西 就是汉代以前 一种就是在这种 丝织品上 这都是丝织品 黄色丝织品上写字 一种就是刻在竹箭上 刻在竹子上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这个汤诗当中 有这么几句 叫朱博烟消地夜虚 观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就是写到了 秦始皇分书坑儒时候 他分的什么书呢 除了竹就是博 竹 竹是上面刻字用的 就书气的那个气字 刻刻在竹上的竹箭之类的东西 然后博呢 朱博烟消地夜虚 博就是这些丝织品 在这上面写字 但是包括你拿的这本书 和其他的出的这些个书本上 我们看了 都有个解释上的错误 他说呀 甲乙香瓢啊 就是拿零卷把它表起来 对 就是表起来之后 然后提上了古人的名字 去骗那个 那个就是 满不懂 那个满不懂 那个那个假行家 去骗他们 实际上呢 不是表好 是孙国廷那年代的时候 已经有旨了 唐代呢 已经旨很普及了 但是在汉代时期呢 因为蔡伦造职 是在东汉时期 大概他死于公元121年 蔡路 在那个时期当中 才刚有纸 还很不普及 所以基本用的鸢材料 写字的时候 还是这个 煮与薄 特别是薄普及了 也就是说 这些是 坚肃香瓢 用这些东西 所以孙国廷呢 为了冒充古人的字 他拿用香瓢去写字 就丝织品去写字 而不是拿香瓢去装表 我看了很多解释 都在这个问题出了错误 他认为是装表起来 其实装表起来 并不代表 这个东西是旧的 而你用这种纸张 就像我当初造假一样 骗人 我不有一集说 那个作假 一骗人取乐吗 我当初造假的时候 就说 现在这种纸 一看就是现在 现在纸张 我怎么办 我用我们家 苍那种旧纸 就是我爷爷那辈 就存下来的旧纸 那至少是在一百年前 或者八十年前 这种旧纸 我纸都发黄了等等 我去给那些人去看 他一看这纸 就想到 这可不是现在人的纸 纸物了 于是对了 孙国庭也是这样 他用当初的这个香瓢去写字 就是古代的那种坚素 用这种丝织品去写完之后 他蒙那个假行进去 于是呢 他说来的这个 先者 和这个所谓的先者 和渔夫呢 渔夫就是外行的人 对 因为有时候就这个 先者一生 既夫百诺 渔夫百诺 就是有人前面说的一句好 因为是行家说的好 于是后面 那外行都跟着说 哎呀太好了 就是人云以云 孙国庭用这个方法 来这个这个 嘲笑那些是假行 这是诗代必必 唐代有 宋代有 明代清代 一直到我们现在 还仍然有 这孙国庭呢 在这个问题 他讲的非常的幽默 好 不妨我们再欣赏一下 他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孙国庭啊 他这样说的 再看原句啊 他说 我常尽私作书 魏为甚和 他说我曾经啊 尽力的写好一篇 啊 书法作品吧 啊 是尽私作书 非常努力的 写好一篇字 魏为甚和 他说认为很好 自己认为 自以为是很很得志的 然后呢 诗成诗者 这一掩饰 当时就是有职位的人 认为他是见识水平很高的人 我呢 就去通过人 也认识到他 向他请教吧 掩饰 就是请教意思 其中巧利 曾不留目 他说其中 我写的好的地方 他不曾留目 不注意 他不注意看 或有物诗 翻倍绝赏 他说我这几句 写的不好 或者哪是 连文字都写错了 他去滋滋成高 哎呀真好 这真好 你在旁边 是感到非常华裔的 是不是 然后他说呀 既魅所见 优于所闻 他说 他的看法是不对的 他还把这种 这个所闻所见 一定让大家都认可 尤其显得愚昧 然后他说 或以年之自高 轻至灵俏 他说 他或者以自己这种 年龄和职位之高 他轻易的计较你 计较 他讽刺你 他贬低你 云乃甲之以香嫖 你相过岁数少 你年岁比我大 你这个资格比我老 你就把我说的一塌糊涂 孙国庭不服 怎么样 甲之以香嫖 我在尖宿上 在香嫖子冒充鼓 然后呢 提之以古墓 提之以古墓 显成古人的名目 用古人的名目 或者是文字内容 或者是名字 落款 都用古人 因为那年代 又不用盖进章等等 所以他就 在这上面 提之以古墓 则先者改观 还是我写的字 那些自称 这个先者 使者的人们 马上就说 哎呀 这个可好啊 先者改观 于夫即生 那不懂的 更跟着腰前拿喊 跟着一块说 人云已云 随成符合 就这个意思 敬赏豪莫之旗 就是互相 都是争先恐后的 来赞美 称赞豪莫之旗 谁就封端 就笔封 这写的多奇特 多么好 然后呢 含义 这个封端之时 却很少人再说 写的不好 实际上 孙国庭用这种办法 来惩治那些个假行家 我曾经也有这种恶作剧 但是我觉得 仍然说明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那些个 自称使者的 或者自语为 年纸 非常高的这些人 他们当中 确实有假的 因此 我们不要迷信那些年龄 和职务的人 当然我们尊重老年人 是说尊重 但是并不说 凡是比我们年老的人 就一定要比我们写的好 凡是年龄小的人 就一定不如我们 不要以年龄划分 也更不要信 有人说 我今年88岁 我写了80年字 你一听写了80年字 你同共才20多岁 你觉得这人一定了不得了 实际上也可能是80年当中 都是虚度的 或者没这份天分造力 或者从来没有认真的练习过写字 我们说有效的劳动 马克思讲的这个 就是说什么叫财富 就是必要的劳动 你有没有 你没有的话 你空空是80年过来 也是禄不瘟 但是我们说 虽然我们认为 长者的年龄高 未必一定水平高 但是我们却反过来说 水平高的人 一定有一个年龄上的可能 如果没有年龄的骑马 这个条件 说达到分了炉火春青 也是不可思议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飞字 这个飞就是非常的飞 这个字是常用字 大家经常见到 但是写起来 有许多常识性的东西 需要大家掌握 我们现在先用楷书 把这个飞字写一遍 然后进行讲解 这是这个飞字的一个基本写法 它的笔顺呢 就是写一竖 再写左边三横 再写一竖 再写右边三横 我们再写一遍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飞字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这是飞字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在笔顺上呢 通常是这样写 但是我没见过前辈书家写的时候呢 更讲究一些 似乎呢笨重一点 但是更讲究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 前辈书家在这个字的写法上 特别在笔顺方面有哪些不同 先写一横 接着写一竖笔 写左边这两横 再写一横 再写一竖 然后再写这两横 不仅在楷书方面 有人用这种笔顺 在行书方面 也有人用这种笔顺 这两种笔顺呢 更多见的是第一种 就写一竖三横 这三横呢 有的带有点点状 写出来之后呢 感觉像点了这么几个点一样 可以不可以把它写成了完全实的呢 也可以 欧阳荀和于世南他们 基本都采用这种实横 来表现它 比如说这样写 一个竖笔 这当然是实的 注意看 这就写 直接写三个横画 右边是这样 是这样 实实在在地写了这么 几个横画 这是可以的 但是后人呢 却常见呢 把它写成点状 这样显得灵活一点 中间两个竖笔 是挺硬的 是沉着的 三个点写的 这个各自的左右三个点 都写的相比轻硬一点 这两种方法 大家都可以尝试 再写第一种 一个竖笔 带有点状的 这写成一条笔 右边这个竖笔 切完 也是带有点状的 就须比起 实比落 最后这个点呢 就长点 让它放长一点 放宽一点 这是在笔法上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 和笔顺方面 介绍这么多 但在解体上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解体上看 这个飞字 不能写高了 写太高就不好 我们试着举例说 假如这个飞字 写成这样高 写这么高 出现这种 这种提示 长方形呢 几乎不见前人 这么写 所以这个字 在写到楷书 新书草书的时候 在体式上 都是发扁宽的 特别是 外延的这个六个横画 都是写的 比较放得开 放宽一点写 那么这个字呢 就容易出现 一个姿态美 就是这个字 它的这个字形的特点 应该是这样的 在写边给大家看 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这外边不要短 不管写横画处理 还是写成了 这个十笔处理 都不应该是太窄 所以大家看这个字形 基本有在发扁宽 是这样的 看看第一次 这两个字 比较一下 看这个是体形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体形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 这是一个扁方形的 应该第二种 是准确的 这是注意的 整个结体 这个字形的特点 要掌握住 这是在我们林怯当中 首先看 这个字形是什么形状 是个长方的 还是个扁方的 还是一个正方形的 要看准它 这是首先 临摹的时候 注意体势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 然后再具体看 里边的很多的点画 它有哪些个 规则上的要求呢 就是大体上 它是分成这么四个部分的 再看 我们机械点再看 机械点再看 所谓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说 这是一个部分 到这 这个竖笔 这是一个部分 这又是一个部分 基本相当 这又是一个部分 基本相当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样一个 几个组成部分 组成的 中间这两个竖笔 不可太近 不可太宽 太近了之后 显得就拥挤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这两个竖笔 过于近 当然笔顺不能这样写 这就相对近了一些 如果这再写宽了之后 这个中间两竖 就离得太近了 这就不好 还有人写得更近一些 那就更不好 又不能太宽 太宽 太宽这个字就松散 如果是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竖笔 两个竖笔中间 距离这样宽的话 如果这样再写完之后 显得自己松散 所以 这两个竖 大家看一看 上边的这两个竖笔 离得太近 下边两个竖笔 离得太宽 所以这二者 都是不可取的 一定要基本分成 四个等分 大体上是如此 这是一点 另外右边这个竖笔 千万不要太长 基本和左边竖笔 保持上下基本统一 高度取齐 再看 就是说 可能略高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 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那么左右在写完之后 显得就公正 这是又一个 需要注意的问题 当然笔顺 不能先写两竖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 这个飞字 应该两个竖笔 上边探出来的多 下边流出来的少 看 注意看 上边这是一个间距 流出来了 下边不够一个间距 注意看 上面宽 下边窄 两个竖笔 上面探出来多 下边是少的 为什么这样 这是根据历书来的 历书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下边不留余量 下边的横画 跟竖笔取齐的 在历书当中 广播是这样的 一 二 下边是取齐的 注意看 这笔在写完之后 一 二 三 是这样的 根据历书这个特点过来 所以这个飞字呢 保持原来字形的那个基本特点 下边留得很窄 但是既然是楷书呢 它楷画以后 它必然变成两个竖笔 又不能够再把横画完全跟别取齐 它只是上面留出来多 下面留出来少 这就变成了这个楷书这个字的特点 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字的来源过程 就知道 这个字的本身的结构特点 它是有一个古法在里面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的形书写法 形书写法 基本就是一竖三点 再一竖三点 在阶体的特点上看 也还是这样 上面留出来的多 下面留出来的少 基本曲奇 但是看得出这是两竖笔 是这样 我刚才讲的第一种 这个楷书当中的有一种笔顺 就先写一横 再写一竖 这样写 在形书当中也有这样写 大家说这是根据什么看出来的 你看 上面这个横 应该连续下来 这就知道是一块写的 右边如果连续下来 也看出是一起写过来 但是不然 它笔顺不同呢 它这下面没有优思 这两笔有优思 这一横写过来 右边有优思 下面有优思 就看出来 它的笔顺的特点不同 但这样写虽然很讲究 但是我似乎觉得就是笨了一些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使用不使用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应该明白 有这几种写法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 古卑帖写的时候 为了轻盈 为了顺便 为了速度快捷一些 所以写出来的时候 往往都是一竖三个点 一竖三个点 这个飞字注意 在写的新书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定不要写高了 一定不要写高了 一定把这个字写得尽量扁一点 再看一遍 扁一点 这个字的出现一个味道 当然它不像凯书像那么严格 是不是中间两竖离得近离得远 它可以自由一些 但是基本字形不能变 这个飞字也不应该是特别大的字 字形就像上一节我们讲过的周字 就是这个字 写的新书当中这个周字 它既不能太高 又不能太大 但是仅然有力度 这飞字和这周字的特点 有共同之处 就是它不应该写太大 太大之后 这个字显得就是这个 很傻 很笨 我们再写下新书这个飞字 这个字形一定要扎不准 再看看这个字草树的写法 先看看基本写法 一树一点转过来 这是这个飞字的写法 就是前面写这个 非常的飞 再看一遍 大家会感到奇怪 这不是个赵字吗 就是极赵的赵 就这样写 这不是个赵字吗 赵字写草 写快的不就这样写吗 怎么飞字跟这个重叠呢 告诉大家 古人研究书法 真是博大净深 他们当把飞字固定在这种写法的时候 注意看 在这种写法的时候 他把赵字的草树 已经有另外的体式表现了 那么这个赵字写的时候 是这样写的 所以他就不重复 大家再看飞字的草树写法是这样 赵字草树是这样 二者不重复 但是写飞的时候 一定要左边是个竖笔 不要写成撇 写成撇的笔就容易混乱 看树 哪怕点一个点呢 看是个树笔 只是右边拐过来 所以它跟赵字是有区别的 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需要告诉大家一个新草树的常识 当在草树当中发现这样写的时候 发现这样写 一定要注意这是个非常的飞字 长 当然草树的长不是这样写 是这样 这是非常 但是 大家说如果写的新草树怎么办 又有新书又有草树 这里边遇到这样子 是念飞 是念赵 这怎么解释呢 我告诉大家 在古碑帖当中 写赵字的时候 多数的朋友都 多数的书家都是这样写 或者加一撇 或者不加一撇 这是 在碑帖常见的 就是这个赵字 就这个字 所以呢 草树是根据这个来的 因此才写了一个这样 大家看欧阳群九成功 李全明当中 写赵字就是这样写 他就没加上面一撇 然后 左右这样写 大家知道 这两种写法 到新草树阶段的时候 如果是纯草树这篇作品 纯草树 那么你这样写的时候 这就是飞字 如果纯行树的时候 你这样写 这就是个赵字 要看这篇书 要看这篇书法 是行书作品 还是草树作品 一定要弄清楚 但是这里边呢 又有朋友会提到 如果是新坚草 就是新坚草草 这篇草树当中 应该怎么 是哪个字 那你写的时候 那你写的时候 尽量的写到这赵字的时候 按照古碑帖 这样写 显示出新书的特点 总体来说 熟悉新书草树的朋友们 遇到这个字是没有障碍的 但是类似这样的字 在草树当中 有很多 它跟新书啊 互相相反 二则写法大体相致 就出现了某种矛盾 比如说 我们前面讲过的孙 姓孙的孙 在新书里边 新书作品当中 遇到这个字 应该念孙 在草树作品当中 遇到这个字 应该念丝 就是这个字 应该念丝 所以这些字 不要混淆 因为草树规定了 孙子是这样写 既然草树规定 孙子这样写 遇到了这个字的时候 那就应该是丝 所以草树 在百诀草用歌当中 就规定了 就说 孙旁不细丝 草树当中 右边是不能加丝字的 只要加了丝字 它就是应该 那就是丝 没有加丝字 写的小字这边 就应该是孙字 所以孙旁不细丝 细丝就是念丝字了 所以在这点 大家注意这一点 当然是准确的 右边这个字呢 有的念涛 有很多其他的东京 我们在这儿呢 为了说明的 简单说明一下情况 大家知道草树和新书 在作品当中 有这些是区别 因此在初学时候 一定把这些路清楚 以免在认读草树作品 或者新书作品上 发生故障 今天关于飞制 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